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好香啊大家好我是羊羊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种保存槐花的方法大家在选槐花或者摘槐花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没有完全开放的槐花因为像这些完全开放的槐花蜜蜂会把它里面的蜜给它踩走像这些没有完全开放的槐花吃起来是最好吃的现在先把这些槐花给它摘一下 第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刚摘好的槐花不要洗直接用袋子装起来 挤住里面的空气放冰箱里面保存 剩下的这些我们来去焯水把水烧开倒入槐花 烫至变颜色关火 然后把它捞出来倒入冷水中过一下冷水 挤出里面的水分 最后把槐花放在阴凉处晾干等想吃的时候泡水以后就可以吃了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保存方法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